大家好,我是唐粒 历秋以后,南瓜渐渐的多起来了 今天我们用南瓜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南瓜糯米麻球 这个好吃的小零食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先来将一只南瓜去皮去籽 然后将南瓜切片 尽量薄一些,容易蒸熟 这是一只600克的南瓜 去皮去籽之后 我用了300克切片后,上揉蒸熟 上汽后大火蒸15-20分钟 直到南瓜变得软烂就可以了 倒出蒸好的南瓜中多余的水分 加入30-50克的白糖 根据你南瓜的甜度来决定 然后用瓜铲将南瓜碾成南瓜泥 接下来分次加入大约250克糯米粉 边加边搅拌 将它活成一个光滑柔软的糯米面团 由于每一个南瓜的干湿程度不一样 你要分次加入糯米粉 直到活成一个不开裂 偏软一点的糯米面团就可以了 先用刮铲来搅拌 最后上手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直到没有干粉 裹好的糯米面团表面光滑 不开裂 到这样的程度 就可以将它覆盖松弛5-10分钟 取出松弛过的糯米团 稍微的揉一下 然后搓成长条 分成大约30克一只的均等的小剂子 然后将每一只小剂子揉圆 全部揉好以后我们来裹芝麻 准备半小碗生的白芝麻和半小碗清水 先将滚圆的糯米面团在水中快速的蘸一下 然后周身裹上白芝麻 用手搓揉一下 使芝麻牢固的贴在糯米面团上 全部芝麻裹好之后 锅中放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 你可以用筷子试一下 筷子的周围开始冒一些小的气泡就可以了 一定要低温放入糯米球 一次不要放太多 因为会膨胀 为了节省油的用量 我用的是一只比较小的锅 不停的翻动糯米球 当糯米球开始浮起来的时候 用漏勺轻轻的将每一只糯米球压一压 也可以用筷子这样不断的压糯米球 使它尽快的膨胀 整个炸的过程一定要小火 大约五到七分钟 糯米球就会变成这样的金黄色 然后控油捞出继续炸下一锅 瞧 金灿灿的南瓜糯米麻球就出锅了 掰开一只看看 非常的软糯 外皮是脆脆的口感 特别的好吃 无论是作为餐后甜点 还是平时我们看电视的小零食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关键是做起来很简单方便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莉儿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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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